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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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lie 你好 你好 我知道今天帶了一隻小狗 Oriel來看過度活躍症 養了牠多久之後 你發現牠有這個問題嗎 大概三、四個月左右 開始發現牠比一般的狗 比較活躍 經常在家裡走 跳上梳法 有時撞門 而最令Jolie媽媽痛心的是 過度活躍症 令Oriel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經常咬到家人 還被人投訴 牠會咬一下 有時會咬我 控制不了牠 吃東西的時候會吃得很急 因為牠會到處跳 會到處跑 很怕牠容易弄傷 眼見囚囚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蘇姨媽媽實在無計可施 最後她決定找專家幫忙教兒子 Eric你很厲害,牠馬上乖 現在Eric是動物的行為治療師 剛才我看到Oriel 在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牠是撞玻璃,撞得很厲害 為什麼你一來到 牠現在就可以這樣定了 不動 其實很多時候你怎樣跟隻狗相處 是 你怎樣跟隻狗建立關係 有很多時候隻狗出現問題 用錯了不同的方法 跟隻狗相處 所以就衍生成很多不同問題出現 Eric,很多小動物 幾個月大後都會比較活潑 可能會彈來彈去 其實怎樣去界別 即狗有過度活躍症 當你叫牠坐牠 譬如說熄不了一分鐘 長時間會很興奮 出到街上 或者平時突然又很有衣服 很大壓力 又很興奮 突然又很大壓力 長時間維持下去 之後你教甚麼 牠又不會理會你 那就會極端一點 普遍香港的主人是很忙 而空間不是像外國那樣 一間大一點的房子 是比較小的環境 長時間隻狗又很激動 又無法發出能力 那你就令隻狗會幻想這個問題 原來自己有份比兒子還壞 其實要教好Oreo 首先就要教好媽媽 來吧… 很多主人都會跟牠們玩得很興奮 你看牠會開口 甚至乎整個會跳起 這個模式一出 你會發覺你控制牠 就會給牠們一個困難 不要咬啊… 牠就會這樣做 你看到嗎 我平靜一下 平靜一下 自己下來 平靜一下 坐 平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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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做回這個好的行為 或者可以怎樣做 很多事情都很慢 很慢的 牠會興奮 我要重複 看不看 再重複 再重複 慢慢地 慢慢地 開口 我又起來 Rip 摸牠了 起 好像慢慢摸牠的時候 慢慢摸牠 覺得很舒服 開心 慢慢放鬆起來 牠就會平靜下來 你會看到 蘇姨媽媽經常怕Oreo吃不飽 小孩一扭 想吃東西的時候 牠就馬上給 就算搶食物 牠也不會罵 搞到Oreo狗仔細細 但是吃東西就如狼似虎 好 說為什麼一隻狗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紀律 通常主人會說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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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牠就會變得很急 是 你要令狗吃得很急 吃得急會怎樣 反磋 有機會咬出來 是 有些狗吃得很急 覺得你搶牠的東西 牠下次會咬你 牠初頭未必咬你 所以會… 是 先猜你 走開 你不知道你惡什麼 你拿了, 下次牠就會記住你 最主要先平靜一隻狗 你看牠… 很緊張 很緊張 很想要給我… 很多時候狗會很開心 不斷跳… 通常我們要平靜牠 讓牠知道不行 我放進去 這個範圍是我的 牠不能靠過來 譬如說牠平時吃東西很心急 最初就說好, 走 你看我這裡, 牠會這樣吃 是 當牠的手還在的時候 我會遮掩 你會看牠很心急 其實我想拿牠的盤子 要看本身的狗 會否餓 是 原來牠會的 你看, 我慢慢搶牠 牠想要, 牠會自己坐下 對 之後我收開手 還是餓的 是 好 我過去要小心 你看牠很心急 是 其實這件事是訓練牠 聽你的命令 是嗎 其實是我要告訴牠 我何時拿到… 牠還剪下頭看 你看看牠 看牠看我吧 牠要看我 好, 走 就是當牠很心急 你來遮掩 你餓的 你吃嗎 所以… 那些牠很心急 我們看牠的牠看 不用罵牠 然後牠會這樣 對 牠會這樣 那牠會很傷心 因牠吸收牠吃的 牠是老大 會不出來的 牠會真的要外面 因为太紧张的儿子 Zoey妈妈出街一定拖得他紧紧 只要Oreo有点兴奋或者怕青 他就立刻会索紧一条绳子 究竟是他比较害怕 还是Oreo比较害怕呢 Eric, 其实为什么要带他出来走 其实最主要是让他见识外面的世界 令他很多东西都觉得 原来有车、有人、有狗 所以你看你现在拖到他 你听到声音他会很害怕 他会到处坐 所以跟其他狗有点不同 对, 而且你现在拉紧了他 你会令他不自然 你看他很紧张, 放松一点 因为你的绳子不要拖得太紧 因为拖得太紧 你的信号告诉他, 我很紧张 你放松时, 只要放松 任何车、任何生物经过 你都要放松一点 所有什么都好, 狗就变伤了 即他会感应到 没事… 因为在自然界遇到危险 他也要认识自己 他怕的时候, 难道妈妈走过去 或者走过来疼他 不会的 是… 由他自己去面对 他面对到原来是没事的 那狗自然而然就会放松 最主要很多时候 如何拖起一只狗 令他更好 你首要的条件就是 绳子是要放松的 而且绳子当然可以缩短 控制狗活动范围 而且将狗令它焦点你 如果它焦点你, 行为好 当然可以掌励它摸它 甚至乎给它 很多时候, 狗出到街上 跟狗一起出去的时候 它会很害怕 不要拉着条线 控制在身旁 所有事情都过了 例如车经过了 而它放松了 像抹大狗放松的时候 放松 结果你可以给它吃摸它 或者给它玩 给它掌励 令狗就不要处于那么大压力 其实我觉得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之后 我发觉其实养宠物这种东西 其实教到自己冷静 所以你发觉主人很多事都说 不用怕… 没事… 没事… 主人就在喷嚷 好怕… 不用怕… 其实在安慰自己 所以看, 挺乖 我觉得它现在很可以的 坐在那里, 你看 又可以任我摸 刚才你做得很好 它最放松的时候你摸它 其实它会得到 原来我今晚的时间就是 我放松, 有人会接 对, 跟它走一会吧 对, 我们走吧, 好不好 不要就这样坐, 走吧 我们走吧 好, 放松一点